大家好 欢迎收看大爱早安新闻 我是李明君 今天是7月20号农历6月初三 星期四 新闻首先来关心台风动态 菲律宾东方海面今天凌晨2点 热带新低加成型了 最快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 就会增强为台风 编号第5号杜苏瑞 目前各国预测的路径还不是很一致 气象局说其中一种欧洲的模式 看起来下周一到周三 先通过菲律宾旅宋岛往广东前进 如果依照欧洲模式的路径预测来看 东半部首先会出现降雨 至于西半部天气明显不同 受到沉降效应的影响 在热带新低加或是台风接近的期间 将会变得更炎热干燥 不过气象局表示 等台风真的成型之后再来观察 到时候才会比较明朗 而至于今天的天气 各地白天大多是多云道晴 不过天气还是不稳定 午后雷震雨的几率高 周南部和山区要留意局部大雨 下午出门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前往山区的朋友要注意 可能会有摊邦 落石 还有溪水暴涨 而且下雨的时间比较长 苗栗以南在晚上之后 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震雨 至于温度方面 白天高温普遍在33到35度 非常炎热 台北 宜兰 台东和中南部局部地区 甚至可能会达到36度 外出请多补充水分 避免中暑 接着关心各地详细的天气数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欢迎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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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关心国际消息 印度北阿坎德邦发生了集体触电意外 污水处理厂一座变压器爆炸 高压线段落碰到金属栏杆 20多位与栏杆接触的人都遭到电击 其中16个人死亡 而往生者包括一名警察 还有好几名警卫 救援人员赶紧把伤患抬上救护车 北阿坎德邦过去几天遭到暴雨侵袭 河川水危高涨 水库放水 根据印度时报的报道 爆炸当时工作人员正在场内清除污泥还有积水 台平洋上的热带风暴卡尔文逼近夏威夷大岛 担心引发山洪和土石流 州长宣布进入紧急状态 那还是很严重的暴雨 那还是很严重的 会有灾亡 可能会有几个雪崩 墙风把帐篷几乎要吹翻 约带风暴卡尔文 风速每小时80公里 相当于青台威力 由夏威夷南方海域 由东往西前进 大岛迎风面降雨量 可能达到200毫米 州长呼吁民众不要掉以轻心 最近真的非常的热 白天飙高温 晚上也焖热 世界气象组织表示 夜间持续高温是隐形杀手 因为会削弱人体散热的能力 增加死亡风险 马德里市中心 早上9点钟声才刚响起 温度计就跳出摄氏29度 这天真实在是 如果没有水冷 我把水冷冻在中央中央 炸天夸张 其实真的攸关生死 世界气象组织就在18号提出警告 各界的注意力大多集中在白天的最高温 但杀手往往是选在夜间人们辗转时造房 对散热机制较差的新生儿 年长者以及慢性疾病患者尤其如此 世界气象组织指出 这波热浪还在早期阶段 随着天气越来越烧 欧洲部分地区及时到了午夜 也可能有摄氏30度 有空调也负担得起 在欧洲毕竟不多 弱势中的弱势只能将就挣扎求生 专家警告 地球高烧再不想办法降温 到了本世纪末 夜间温度可能逼近摄氏40度 因为太热在暗夜中死亡的风险 恐怕增加6倍 大爱新闻秋凯文编译 地球越来越热 上个月是有史以来最热的6月 美国亚利桑那州的凤凰城 更连续19天气温高于摄氏43度 而高温导致野火频传 如果能够早一点扑灭 可以大幅降低灾情 德国有一家新上公司 开发了电子笔 可以在起火的几分钟之内 秀出不对劲 早期发现 早期灭火 攀上料望台消防人员通常以望远镜的目视方式 监测森林野火 最近在德国则有技术团队开发出户外专用的烟雾侦测器 感测器又被称为灵敏的电子笔 能透过嗅觉提早发出野火警讯 连接四块太阳能板电子笔的电源供应不成问题 为了让感测器学会分辨火势大小 好引导消防员研判打火策略的轻重缓急 电子笔的应用潜力 在野火频人的状况下 有机会协助及早控制火势 以嗅觉取代传统目视 守望源以往要从高处三百六十度守望野火 现在德国受森林大火影响最严重的地区 布兰登堡正在测试野火感测器 一间新创公司在树林中安装了数百个电子笔 当地的森林消防官认为 近年来的测试显示 这些感测器能辅助目前的不足之处 北半球各地野火连天 气候变迁在加拿大森林造成猛烈火势 广泛应用电子笔 或许可有效减缓相关灾情 大海新闻 武贵甄编译 全新单元 早安 慈激情 跟着我们的新闻镜头一起到世界各地 用眼睛看 用耳朵听 同时用眼睛听 用耳朵看 还要用心感受慈激人的陈宇晴 首先看到的是救灾任务 救灾除了刚刚看到靠机器电子笔之外 最终还是要靠人类 消防署推动了特种搜救队的国家认证计划 针对搜索 救援 医疗等项目评测 而花莲慈激医院的医师和护理师也参加 他们曾经参与了0206花莲大地震 还有0402泰鲁哥火车意外 努力学习新技术 希望灾难的现场抢救更多人民 用力握我的手 用力 仔细检查身体状况 急诊医师徐子恒看完病人接着寻床 就像忙不停的陀螺转啊转 有刚刚一个脑出血的啦 各式各样喘的啦 心脏病的啦 胸痛的 工作繁忙的他还有另一个身份 他参加花莲县特种搜救队 36小时不间断正在演练 从白天到黑夜扎实训练 准备好即刻救援 如果有接触到患者的时候 我们会有可能会需要进去到 局限空间里面去帮患者 做一些医疗的处置 哪里不舒服 刚刚跌倒这边 跌倒哦 OK 另一位特搜队员涂秉旭 平时在医院担任护理师 0402泰鲁哥事件发生后 他走进灾区 作为就在现场和医院的桥梁 当天医师又不在场 医师被隔离了 然后就只有我一个护理师 进去说实在话 你就真的很无助 你想用药 你想要给他 让他比较舒服一点等等 任何方式你都做不到 即便多年过去了 心理的创伤久久无法复原 直血带的方式啦 填塞的方式等等 这是都后来再去学的 但是当时如果这些 就已经学会的话 很可能这条命可能可以有救 面对生离死别早已成为日常 他们持续精进医术 期盼能救活每一条宝贵生命 大海新闻 牛书屏 黄文琪 中江波 花莲报道 稍后的早安慈激情 要带你认识一位美法师环保志工 他在美法院里面向客人说慈激 而且还从零开始打造了一座舍头环保站 今天的早安慈激情 就要为您介绍幕后推手 李子凤师姐 他做慈激 做环保好处多 广结善缘 也跟先生一起参与精脏演绎 休息一分钟后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慈激在台湾目前有275个环保站 9万多名环保志工 今天的早安慈激情 要带您认识彰化的社头环保站 还有幕后推手李子凤 李子凤从事美法业40多年 和先生林中平在九二一地震时候 接触慈激 爱上慈激一起做环保 由于原本的环保站被地主收回去 他们找到新的地点 出钱出力整地 打造了社头环保站 先生三年前开始洗肾 但是他们积极照顾地球的健康 也参与金帐演绎 天天说慈激做慈激 今天我们就要邀请我们的李子凤师姐 子凤师姐好 好 主播好 是 子凤师姐 昨天我提到 就是我们光找这个环保站 大概就找了一年时间 为什么要花这么久的时间 最困难的地方在哪里 小头环保站 本来是在中山路边 一间的室内环保站 每一次环保日做完 就是要把天门关掉 我就有一个小小的心愿 希望小头有一个环保站 是一个开放式环保站 一直找 找女儿 刚才她们记者 我们有一个潘志凜师姐 跟她的先生 张吉雄师兄 她就知道我们找环保站 找土地 她就把她一堆堆 这堆堆是一区的芒果园 里面有一间 旧的铁皮屋 穿口 还有一片的厚地 是杂草重生 她就把这堆堆 借给我们职头 我就带动 带动职头的顺顺顺者 来把它整地 来把它穿口 把它打造成一间佛堂 再一个厨房 还去三四间的便所 把空地的地方 把杂草重生的空地 把她大替党 让人来这里做环保 还没拍到人 所以环保站就是这样 他们家成立的 在环保站成立的中间 真是困难重重 因为需要慕心慕爱 所以我们就来整地 然后就带着生日式 共同来创作这间的 道庁 这个环保站里面的 那个佛堂 我们就要 每一次都要 导致的新法乡 每一次都要 爱地都在拜水灿 还有地藏经 还有办几个地方的 爱沙 我们家讲座 这边就有很多 伙众 也处比岛 敦青木林 也有照人用 来面 民众来把我们照 这个地方 鹅鹅湖 还有我们有 环保志工 这边就有很多 他们是开放式的 所以 外境过的人 都会把环保 拿进来 分类好 拿进来 还增加了很多店 因为他们在这里 环保站 他们家的店 整理好 就叫我们去载 所以环保站 它的功能 最大就是 麻痴 麻痴虽小 五脏俱全 所以师姐 这边真的也可以说 是菩萨道 招生的地点 但是我听说 每个人 难免都有一些病痛 听说 你近期 长期咳嗽 影响到体力 那这样的话 要怎么做环保 因为咳嗽 是我做他们的症状 有影响到我 咳嗽就是 因为做他们 做过来 贵病了 所以四五年的咳嗽 每一年就是这样 一直咳嗽 但是第三年半前 有这个环保站 我们来整地 还来人贞来 环保 把它分类好 在老房中间 就没有去 扫 扫 慢慢改善 所以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对 你本身是理法师 听说你在 帮客人理法的时候 也是菩萨大招生 也目到了很多会员 对 对 对 我的会员 特别都是我的客人 跟我的出品 因为他们都 出品也是我的客人 我的会员 很爱听我说主席 每一次我去医院做主 回来 他们就会跟我说 你这会儿 医院还有什么好分享 我就跟他分享 让客人越听越高兴 客人听到我说主席 听到欢喜 我就跟他们无论 就都会很高兴 来做我们的主席会员 所以理法厅也是您的到场 对 你现在还参加我们的入金账 你平常做环保 还有承担我们的和气组长 就很不容易 为什么还要参加入金账 尚人啊 尚人很用心的 我们的十二年前的水灿 我也有参加 水灿是一面过步 我所有良多 这些是无量议法水送 是在说法经 尚人带我们这段帝主 用到演义的方法 要带我们来 了解法华经里面的意义 让我们发立心 发立平 所以我会把握因练 我的书兄 参加大志光 是 师姐 你长期做环保 您从法华经的角度 您怎么看环保做环保 法华经就是在教菩萨法 我们环保也是在行经 菩萨 环保也是一个道中 净化大地 保护大地 我就感觉 融入我们的法华经 就是环保也是其中之因 好 感恩我们的师姐 你们成就了社头环保战 也希望这个地方 能够菩萨大招生 有更多人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大地园丁 感恩我们的师姐 感恩您 感恩 好 继续我们要来关心其他的慈籍新闻 抢救生命之外 也要灌溉会命 在福建厦门慈籍 补助学生完成了高中学业 有人继续读大学 有人即将就业 联谊活动 大家聊聊近况 送上祝福 终于完成高中学业 一直在旁陪伴的志工 比他们还开心 厦门慈一志工特地举办联谊活动 刚开完刀的何光宇 是专程开车送阿宏来参加 像过去我们刚开始跟他接触的时候 觉得他很多是很朦胧的 或者很懵懂的东西 那么现在他都比较正向 我们互相帮忙 不是亲父母 但是甚至亲人一样 就是从小到大地陪伴着我 然后从我懵懂无知 什么都不懂 然后一步步把我带大 鼓励孩子不能放弃学业 此期除了给予助学金 不间断地加仿和慰问 让他们更能够有依靠 如今不论是要迈入社会 或是大学 这段真心祝福一定要送到 无论往后的人生是经济运步 或是满路繁华 你都要一步一个脚印 踏踏实实地大步相近 师姐她的鼓励 就是告诉我们 不要看现在发生了什么 以后会有更好的事情 要坚持努力 最颠簸的一段路已经走过 面对未来 他们能更有自信大步向前 大爱新闻之上美之宫 福建综合报导 慈济科技大学青山大使团 巡回演出儿童举 精灵救生灵 结束亚洲的演出后 来到澳洲墨尔本 但是演出团员只剩下11位 减少了将近三分之二 他们还是圆满任务 来自台湾的青山大使团 抵达墨尔本 首先为当地关怀户传递爱 四年终于有慈科大的孩子 又再过来跟我们做一些交流 今天刚好有蔬果发放 然后让他们参加 慈科大学生总是也宣扬 环保与熟食附生的重要 利用寒假期间 巡回演出儿童剧 精灵救生灵 抵达澳洲原本30人的团员 只剩下11人参与 当地慈少和慈青 换上戏服 成了最佳帮手 做好事不能伤我一人 饰演小精灵的高玉杰 担任起编舞 带着新晨云演出 澳洲有这些小朋友 一起来参与 会增添我们舞台的丰富程度 然后带着小朋友一起跳 其实也很可爱 然后可以融入到当地 让小朋友也有 向台表演的机会 不好了 不好了 前面发生了森林大火 孩子们是观众也是演员 展现自己有所收获 帮小动物啊 顾这个森林和地球 我学习 无论任何问题 你遇到 你永远可以帮助 其他人 你都可以 都能够 解决它 一起 透过戏剧 撒播善的种子 也增添爱的能量 达安新闻之上美之宫 澳洲众后报道 慈激慈善基金会副执行长和日升 带领团队前往马来西亚 以善经济为主题 提出了十页家应该具备的社会责任 有股建经更能够验证宗教的力量 在于启发人间的美善和大爱 这也是慈激中门一直以来努力的方向 我们其实不是只谈谈佛 但基本上是人生的健康 感情 爱情 让人能够真正把我们在家学佛的人 组织成一个有几率的 有能够很精进的学佛的这种团体 其实是对国家的未来 真的是有很大的那种启发 慈激基金会副执行长何日升 率领团队在马来西亚槟城举办讲座 与志工和实业家进行交流与对谈 那觉得跟经济跟企业 很难扯上关系 很感恩何博士他把佛法的理念 融入了经济 融入了企业 老板要如何带领员工一起行善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 是怎么把善的企业 再做更大的一个连接 一起人多利大 就可以把这个善的这个利他的这个工作 可以做得更圆满 更大 以利他为出发 不论是在宗教团体或是在企业 都能够更加蓬勃发展 大爱新闻 潘伟玲 陈敏 马来西亚报道 感谢您加入今天的大爱早安新闻 或许可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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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 伸佛 大爱 百怎么 デッ 快 伸佛 连 无 呈 成